首先咱们恭喜所有考上伦敦艺术大学UAL的同学们 能在这读书 那就是和超多的知名艺术家设计师做校友 而且UAL多年来一直是在QS艺术类教学排行榜中保持前二的位置 作为欧洲最大的艺术和设计教育机构 伦役有6个学院和3个研究所 每个学院的共享资源对学生资源是非常棒的 家长们都有体会 本来学艺术就比较贵 而且有的需要家里有创作的空间 对家长很多看到房租这么高 就考虑直接买一个房 省了这么多年给别人交房租 如果是以房养学的操作 咱们首先要看孩子是在哪个校区上课 因为不同校区之间还是有些距离的 首先咱们来看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Central St. Martins 圣马丁在光十字区很好的区 所以如果你想在周边买房 一居室的预算要超过70个胖子 租金大概是3000胖 我们可以考虑在市区的Clurkenwell老游局这个项目 或者住在阳气的Shortage 这里的项目比如说城市舞台 还有艺术齐心满满的Kingdom也可以 这里的卡姆登公馆也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不太喜欢繁华市区 想住的稍微的舒适一点 自然环境好一点 咱们可以看看北二区的武德水岸 超美的湖景 而且到光十字很快直达的车 一居室大概50到60 如果是租的话 一居室的租金大概是2000胖 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目前很多人被录取在了新校区 在Queen Elizabeth Park这块 也就是说在斯特拉德福多附近 学校附近其实在售的项目是很吵的 很多会考虑往金融城方向便宜点去找房 比如说12棵树 城市绿洲 东区百老汇 这三个项目都是可以直达学校 而且性价比很高 大概50到60万胖上下的起价 随后咱们来说一下 切尔西的切尔西艺术学院 超西College of Us 还有相宝的伦敦传媒学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以及坎博维尔艺术学院 Cumberwell College of Us 其实这三个学院大家可以一起去考虑 比如说住在九一树巴特西这一块 因为这有很多新建的楼 而且很国际化 非常受留学生的欢迎 比如美国使馆附近的范西哲大厦 能过个桥就可以走到切尔西艺术学院 搭个公交去LCC 还有坎博维尔也是不到20分钟的时间 还可以考虑着项目椭圆小镇 性价比会更好一些 而且去上面的学院 也都是公交车不到20分钟 在伦敦南部温布尔登艺术学院 Wemberton College of Us 这里主要是戏剧和表演相关的课程 咱们房剪家现在在售的项目 有温布尔登公馆 还有斯特林公馆这两个项目 离学校很近 而且价格也都不错 另外以防养学 除了要考虑交通方便 这个房子本身以后一定要好出租好专手 还有更多的选房窍门 欢迎继续收看 如果你还想了解其他的学校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马上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